- 灰烬完全购买指南 2021化腐朽为神奇的 摄影师必备工具 灰烬也叫剪光镜 全称应该是中密度剪光镜 每个摄影师都应该有一套 不过灰烬对于新手摄影爱好者 可能很神秘 不知道有什么用 甚至很多买来 也不知道怎么去使用它们 灰烬的形状和命名方式也有所不同 这更增加了混乱 今天让我来分享关于灰烬的所有知识点 我是詹姆斯余震 一名最了解灰烬使用的职业风光摄影师 首先什么是灰烬 它有什么作用 灰烬我们也称作ND镜 本质就是一块深色的玻璃 通常它紧贴在镜头上面这个安装 或者像这样子插入这个滤镜插槽中 也有内置于CMOS之前 甚至大多数的摄像机 它都会内置电子ND镜 灰烬存在的目的就是减少进入这个相机的光线 我们可以把灰烬想象成相机带了太阳眼镜 这可能是最直观的比喻 只是灰烬它不会改变光的颜色 这也是灰烬被称为中密度或者中性灰烬的原因 灰烬在现实当中主要有两个作用 分别涉及光圈和快门速度 如果你还不能自如的手动控制曝光三要素 我建议你先看一下我的光圈的故事这个视频 作用一开启大光圈 实现明亮环境的前景生效 在蓝天白云下面 我用的这个半画浮相机 使用大光圈的定焦镜头 使用同样类似的镜头 我们来拍摄视频经常会遇到四千分之一秒 ISO100 F11 这样才能正常曝光的时候 那你本来计划的虚化效果就完全没有了 这个时候一块六档的灰烬 甚至十档的灰烬就变得异常有用 甚至在室内强照明环境 有时候也需要保证五十分之一秒的曝光快门速度 它尽量不要出现这种光线频伞的现象 所以人像摄影师不管是摄影还是视频 通常都会常被可调的灰烬 灰烬更经典的使用 肯定还是延长曝光时间 我们可以随心所欲的降低快门速度 脚慢的快门可以让画面中 所有移动的东西变得模糊 这种模糊通常具有画浮朽为神奇的力量 最受欢迎的主题包括瀑布 海景 云城 车轨 车流等等 普通的一个乱石沙滩 正常的曝光组合 哪怕我使用哈苏相机又如何 依然拍得像手机一样 让我们上一块灰烬试试看 使用十档的灰烬延长曝光时间到三十秒 是不是你拍到了眼睛看不到的美丽了 又比如我们在人潮汹涌的旅游乐点 如何能拍出一张没有人的单纯的尘世风光呢 三十秒甚至都不够 如何利用更高档位的灰烬 我们把曝光时间延长到五分钟 甚至十分钟 是不是就可以消除所有的人流了 我们可以看到灰烬上面有很多的数字 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还有人用ND64和ND1000 甚至有些人会说 我要买一个ND3.0的灰烬 如果还不能理解档位 其实一档就是进入相机的光线减半 那么两档就是减半再减半 所以就是二的密次方 那么六档应该是减多少 像我手上这块 那么就是六次减半 当光线减半时 要保持相同的曝光 那么我们就必须把快门时间延长一倍 那么同理你增加了一片三档灰烬 实现了三次减半 那么你进光量只有原来的八分之一 那么曝光时间呢 是不是要延长八倍呢 让我们来梳理一下不同的命名吧 那么整数系统是最常用的 常见的ND64ND1000都是整数系统 ND8就是八分之一 这样的命名方式很直观 比如ND256 你马上就应该转换为 进光量缩减为256分之一 但是转换到档位 你就需要做一个2的八次方等于256的精算 为什么没有ND1024或者ND4096 取而代之的反而是ND1000和ND4000之类 这个主要是为了好记 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微小的差异 记住10档灰烬实际上等于ND1024 当然这种差异只有在超长时间 曝光计算时才会影响到 那么指数系统在灰烬上面的使用比较少 反而在渐变性上面比较常用 最大的区别 它就是在计算过程中 是以10为底的对数 ND3.0就等于10档灰烬 那档位系统其实是最适合摄影师使用的 ND2-5ND6-9这样的种直接命名方式 这种代表2-5档的这个可调灰烬 为什么我们都要了解这种命名方式 因为你会在不同的滤镜 相机甚至手机长曝光计算器上 遇到不同的名字 那下面的这张表格就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参考 记住不要去背 你理解了自然就记住了 第三固定档位跟可调灰烬的一个区别 很多新人总喜欢少花钱多半是 对于普通风光摄影师 我不推荐可调灰烬的理由 它的镜片你看吗 镜片很厚 非常容易产生暗角 而且传统的可调灰烬 它的可调范围很大 最常见的可调灰烬可能是ND2-400 旋转不好 你经常会在最终画面中出现 拍摄的时候又很容易忽略的 这个十字交叉黑线 它就没有一个具体的调整数值 就像这样 它是无级调整的 为什么要这样 当快门速度固定 感光度也固定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曝光组合 就只有调整光圈了 视频是一个连续的画面 如果上一帧是1.8光圈 下一帧是4光圈 你又会出现一种跳跃 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效果 拍摄视频的时候 光圈它一定是锁定在某一个值的 我们只能调整可调灰烬 来顺滑的调整进光量 我的包里其实就有两块 ND2和5 还有一块是ND2和9 这样两块 为什么不是买一块ND3到10 因为我希望调整的距离 它可以更长 档位就可以变得更顺滑 当然这种感受需要你自己去体会 那么传统的风光摄影 一定还是选择固定档位的灰烬 固定的档位 你很容易理解 那一片灰烬就控制固定数量的进光量 你别觉得不方便 一般只需要6档和10档 两片灰烬就足够了 最多增加一片三档的灰烬 如果只买一片滤镜 我会优先你建议考虑这个10档 因为10档的灰烬最容易拍出效果 能够让你体会到拍摄的乐趣 海景漫门摄影师更是必不可扫的选择 不是只有夜晚才可以常曝光 白天30秒的蓝天白云的海景 同样令人震撼 所以都希望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吧 最方便的磁吸圆镜 以及最通用的这个方片系统 还有特殊的内置灰烬 没有哪种灰烬是最好的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来看一下每一种形式的这个优缺点吧 那旋路式的这种圆灰镜 传统的圆镜最大的优点 就是说它便宜而且不会漏光 最大的缺点它就是容易产生暗角 跟不方便叠加使用 通常我会只推荐买16档的超高档位的时候 才会选择这种旋路式灰烬 磁吸圆灰烬的好处 就是它使用很方便 平时我们就把这个磁性转接环 你就一直拧在镜头上面 如果要使用灰烬的时候 就像我这样轻轻一碰一吸一贴 它就很自然的吸附在镜头上了 简直是一瞬间 在日出日落的黄金拍摄这个时机里面 这也许就是决定性的一瞬间 磁吸的这个滤镜你也看到非常的薄 所以出现暗角的几率很低 并且使用磁性转接环 你可以一套82或者我的这个 95毫米的这个磁性滤镜 你可以通用在你所有的常见镜头上 选择更大口径的磁吸滤镜 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叠加滤镜使用 一块滤镜也许你没有暗角 但是两块三块你就很容易出现了 就比如讲我的这块这个1430 可能就是一个最极端的这样一个应用了 同时使用叠加两片这个95毫米的 在这个镜头上面没有暗角 同样磁吸圆镜也不会漏光 磁吸圆镜的另外一个好处 它是不容易摔碎 加上卡瑟特有的这个金刚狼耐摔玻璃材质 更是让你可以安心创作 如果你只是使用灰镜 那么圆磁吸就是你的最佳选择 曾几何时都有无方镜不风光的说法 可见方片系统在职业摄影师心目中的地位 方片系统最大的优点就是镜头通用性 那卡瑟的这个K9系统 它可以支持所有82毫米以下的这个镜头使用 只是针对不同口径的镜头 它有不同的这个接环 那么卡瑟的套装默论提供了 77和82两种口径的接环 那第二个优点就是叠加无按角 卡瑟特有的这个1.1毫米的千薄这个镜片 算上偏正镜我都可以使用 实现44毫米广角端叠加4片滤镜 无按角的极限 当然这种情况在实际使用当中几乎用不到 我们最常见的是叠加2到3片的滤镜 因为滤镜叠加太多 也容易引起偏色和漏光 方片的第三个优点就是和渐变镜的兼容性好 那么上面这么多的优点 可惜它也有缺点 比如方片的使用比较麻烦 价格昂贵 因为你即使要使用一块灰镜 你必须也要先装这个截圈 然后再安装这个支架 然后才能使用灰镜 那么少说2000块钱 你就可以买一套很好的这个持续滤镜 但是没有3000块 你是很难买到进阶级的方片套装的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方片比较容易漏光 所以方形这个支架 你看我的支架上都有这个海绵 这个方形灰镜上 也可以添加这个海绵来防止这个漏光 那么卡瑟在这个K9系统里面 为了这个漏光问题 他还专门搞了一种叫原磁吸灰镜的存在 这样提升了使用便捷性又不会漏光 他依然还可以保留方片系统的一种通用扩展 不过它是一个特殊尺寸的 90毫米的这个磁吸原镜 它不兼容之前讲的所有的原磁吸 所以它只能跟K9系统同时使用 也算是一个缺点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不能和偏正镜一起使用 也不能叠加两块灰镜同时使用 你是不是发现任何滤镜系统 都有其自身的优点和缺点 没有更好的滤镜系统 只有更适合自己的镜头的方案 这个世界就有这么多的例外 比如1424F2.8尼康的这个金广角 包括这个驶马的这个也是灯泡头 另外还有像我这个驶马的14毫米F1.8 那像传统的这个100毫米方形滤镜 你是没有办法使用在这种灯泡头的 商家就甚至生产了像我这种150毫米的 甚至还有170毫米的滤镜支架 我们可以配合使用这个150x150 或者170x170的这样尺寸的滤镜 比如佳能的1124就只能使用 170毫米的滤镜系统 它是目前最重最贵跟最不方便的滤镜系统 那针对14毫米的这个灯泡头 卡瑟研发了一种圆磁吸方片系统 它的灰镜跟偏正镜都是圆的 渐变镜我们依然可以使用方形系统 那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最好的 灯泡头解决方案 其实内置滤镜一直都有 其实单反相机我们就只能安装在镜头后端 那么现在的无反相机也有了这个通用版本 无反相机使用内置滤镜和镜头无关 任何镜头都可以用 缺点自然也很明显 使用麻烦 每次使用的时候 我们必须更换滤镜你要摘一下镜头 增加了太多的CMOS近光的可能性 像我这里就插了一块内置的这个UV镜在里面 并且你同时永远只能使用一块滤镜 第五 到底你该怎么选 你的镜头最广角端 是你选择滤镜的第一要素 然后就是你的荷包 有钱总是可以买到更合适自己的产品 如果你看到这里 你还没有一丝丝的头脑清明 那么最简单的办法 直接问我买什么 我说买什么 你就买什么 肯定给你最适合的解决方案 第六 灰镜使用中的一些困扰 偏色问题就是一把双刃剑 有的时候偏色会给不会后期的摄影师 反而一些方便 大多数的时候 我们都不希望灰镜出现偏色问题 一般拍摄弱格式文件 可以适当的解决偏色问题 拍摄前使用色彩护照 最起码拍个白板 后期可以正确的校色 漏光主要出现在长曝光 特别是超过一分钟以上的白天长曝光 方便系统一定要注意支架 或者滤镜上必须有遮光棉 灰镜一定要紧贴这个支架 圆磁锡的灰镜会比较好的控制镜片漏光 另外我们要注意阳光的方向 不要让光线直射在这个镜头上面 或者直接光学取景器 特别是单反相机 有开关的记得关上 没有的可以用肩带上的盖上 没有光学取景器的无反相机 就不会有这种漏光问题了 曝光时间的计算实际很简单 关键是不上滤镜的时候 我们需要有一个标准曝光值 手动曝光锁定光圈跟感光度 你只需要记住曝光时间 然后可以心算 可以依赖手机曝光计算器 比如现在不上滤镜曝光时间 是六十分之一秒 那么我们上三档的灰镜 应该调整曝光时间到多久呢 六十分之一秒的两倍 是三十分之一秒 然后是十五分之一秒 最后就约等于八分之一秒 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 这里分享一个 十档灰镜特有的简化心算方法 记住一个比例 三十分之一秒上十档灰镜 约等于三十秒 那么只需要等比推算 快速十五分之一秒 是六十秒 六十分之一秒就是十五秒 只要计算和三十分之一秒的比例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 上十档灰镜后的快门速度 注意仅限十档灰镜 那么更可靠的 当然是使用这个曝光计算器 输入现在的曝光时间 比如一百二十五分之一秒 使用六档灰镜又是多少呢 使用十二档灰镜又是多少呢 好快吧 拍不好的原因 也不是曝光时间不够长 而是这个场景中 没有运动的元素 一个寂静的春天 不管你怎么曝光 也不会变成冬天的 如果你发现有时候照片发虚 先不要否定灰镜的治疗 先看看你的脚架 是不是不够稳 最后不管怎么样的灰镜 有一片总比没有好 有一片你就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 这就是我今天跟你分享的最核心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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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